那么我出家之后收集 收集好像是一个月 一个月零三天再接他 很多同学要发心 收集很累 过程很多 要操心劳力了 我在收集的时候完全开月 吃三餐 为什么呢 需要体力来应付这个佛寺 这个三十三天的佛寺 所以我不干 我看他们出发音 根本没有基础 吃得不到两天就饿得不能动了 要再吃东西 我说那何必呢 我说我吃这么久了 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干 我说这个是我的开月 所以这一切事情 要看状况 状况许可 生活正常 我们过正常生活 生活不正常 那我们有变通的办法 不要固执 固执就错了 所以这个事出事发都告诉我们 通勤打变 在有变化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 怎样来处理 你这个身体精神不好 你在这一个月当中 密集的过程 你怎么样学习 学佛 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学佛是学智慧 不是学迷惑 佛法讲得很清楚 特别是大乘法 法无定法 我们都这个 真的是了解 你看第二段讲的 法无定心 心心是变 从云而生 哪有定法 修行的目标 这个不能不知道 目标是什么 我们这个经 经体上 设得清清楚楚 清净 平等 修行 这是目标啊 没有 好 那么 对